11月14日,云南最后一位南桥机工罗开胡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昆明举行 各界民众沉痛送别抗战英雄,铭记一段海外赤子卫国史 在告别仪式现场,摆放着中国桥连、省市五桥等部门和海外桥团进行的花圈 中国桥连等部门向罗开胡家属送上外面金 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等军发来宴殿 就是作为南桥机工这一块呢,我们觉得是很光荣的 就是我们后代呢,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动力 就是说我们要世世代代的把南桥机工这个爱国主义奉献精神 给他永远的先传,弘扬下去 罗开胡于1918年生于海南省文昌市,1934年远赴马来西亚谋生 1939年,3200余名南洋华侨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县的号召 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九批抵达云南昆明参加抗战 罗开胡参加第八批服务团回国,负责从缅甸到中国运输军需物资 金融国成立后,罗开胡被安排到昆明市五金公司工作至退休 2020年11月12日去世,享年102岁 老先生还讲了一段话,非常的感人 他觉得我们中国人强大起来了,第二代,第三代 我们都要把这些都不能忘记祖国 要把爱国,爱家人,爱乡的这种情怀要传下去 陈嘉庚与南桥机工艺术作者林少川转程从福建赶到云南送别罗开胡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在众多有识之士与南桥机工及后人的努力下 中国社会逐渐对南桥机工这一特殊群体有了更多认知 不仅仅是那个中国的抗战,还是世界反法式式的战争 所以有那个南桥机工在海外 有十几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远天什么 那些回来的,还菲律宾的 他们的也是从世界来,共同来,来那个反抗新乐者 然后来共同为振兴中华,然后为这个来做的贡献 所以他也有世界意义 所以在告别罗老先生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南梁华侨机工的精神 就是传播到海内外,传播到世界 作为南桥机工历史研究会 这十几年来 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影视 这是一块中华民族最好的一个财富 我们永继历史 珍爱和平 资料名字 优浑